林舒豪在美国NBA篮坛造成了一股林来风旋风 而这股风潮也吹进台湾 一群林舒豪的分身出现在台中旅站 为了免疫的来回机票 冒牌林舒豪团拼了命的头球 但毕竟实力有差 大家是经过了一番激战才分出胜负 林舒豪加油 站 机票没有打枪要怎么办 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 因为太意外了 真的太意外了 感谢大家 要跟谁去玩呢 跟家人吧 台中国际旅展17号开卖 投篮送机票只是暖场秀 没有叶汉林舒豪 比赛队加油 抢大篮球新秀林舒豪的热潮 连所旅行业者也为他特制林舒豪加油团 9天6万8 每一团起码可以参与到一场球赛 4月正式出团 本身来讲也蛮支持林舒豪的这个部分 那行程来讲的话实际都已经规划好了 我们预计下个礼拜 会整个按在电脑上面去 探讨一下西斗下敌 全新开幕 早餐晚餐下午茶 一波30售本票 那你打对折是多少钱 1600 你怎么这么聪明 1600对不对 扯开喉咙狂促销 各家旅行业抢业机折扣也很漂亮 东京4300页刷到一半出 东北亚东南亚团打到六折 而国内房价更是杀很大 到了三折的低点 而这一波堪称是旅游促销站 最低价的一档 因为是在过年后 其实有很多人的价值不是那么的充裕 所以旅行社当然他们也会推出 非常多的优惠方案 那当然是以最低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 是最快的方法 有啊这200块啊 原价1000啊 对啊还不错 召集各家旅行社推出的国际旅展 不论是团费折扣还是房价 比起外面都便宜不少 但也要提醒消费者 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下手之前 眼睛睁大点才能买到真便宜 整个话台中裁缝到